社会 经济 环保 观光 你关心的事就是今天节目的话题 欢迎收听人民最大声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说的大家好 我是林明昌大师台湾的朱祁林 圣建平生老师 今天是我们儿童节 我们节目当中 首先先介绍有关国际的新闻报道 那这是自由时报A6政治新闻 美国债台协会AIT 2005年开始就有美军常驻 陆海空三军与陆战队等现役军人通通都有 所以说美国AIT 他在5月6号将会搬到内湖的新馆 所以说以美国目前他在整个 我们在台的管处的 所谓的武装的安排 他大致上是已经比照邦交国的标准来安排 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聚焦到国内总统的大选 那首先我们先报道执政党的部分 就民主进步党 那民主进步党呢 这个部分 这蔡英文 她的这个辣台派开奖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啊 她在出席辣台派开奖的活动的时候 她有强调 她说推动改革 所以蔡英文总统说啊 如果换司机会开倒车 好那这则报道是这样 民进党总统初选 逐渐增温 川元总统啊 早安跟英粉聚会 出席首场 辣台派开奖活动 蔡英文挑明表示啊 推动改革 有人嫌他做的太慢 有人嫌他做的太快 但是呢 换个司机 你就会开倒车 所以司机是不能换的 好 好那我们来看哦 那这个时候呢 讲到这里 再看到另外一位总统参选人 这是赖清德 赖清德哈 一样在那个自由时报 A4焦点新闻这里哈 赖清德啊 他本身呢 他昨天也出席了 呃这个活动哈 那您看 他在这里 我跟他们报告 报道就是 对于党内 这个鹰派 正酝酿发动 霸王条款 赖清德表示 这是民主社会 民进党不是一言堂 一定有各种意见 对民进党呢 的制度 跟着隆太党主席 要有信心 一定会照制度走完 好我既然参加初选 就希望以真君子之争 走完程序 来取得国人的这个支持 好那昨天哈 这两张哈 就是辣台派开奖 跟这个赖清德参加台湾人工智能学校的这个活动啊 手上都有手举牌 好那手举牌 在蔡英文总统呢 举的牌子这边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女生啊 拿着一本鹰派的书 上面写台湾人挺台湾人 好那至于说这个赖清德呢 则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学校啊 则是拿着这个人才啊 人才的这个栽培啊 这些相关人工智能学校的这些牌子哈 所以这个两者啊 所着重的重点啊 就有所不同 那再来呢 有关于啊 蔡英文总统说换司机会开倒车啊 的部分啊 好来 这边这同样同样一版哈 就同样在自由时报A4 交点新闻啊 英系出手 打问号哈 酝酿提案终止初选 好 挺鹰派 在终止会 人数过半 一旦过关呢 是将引起党内大风暴 好 民进党啊 这则新闻哈 我给大家就别的报道 报告一下哈 根据自由时报A4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初选 蔡英文总统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竞争激烈 目前呢 正值协调阶段 不过呢 据了解 党内派系啊 已经在酝酿 在下周三 也就是4月10号 终止会 要提案 终止初选 作为党内初选 提名啊 为党内初选提名 投下了重大的变数 那由于啊 终止初选 那等于是破坏 民进党初选的制度 加上英系 加上英系与挺英派 在中职会结构 具有过半的这个优势 那中止初选呢 的提案啊 可能会过关 而英系呢 此举啊 次将引起党内 极大的风暴 那挺赖的议员说啊 不照制度走 就是反民主 好 那以目前民进党 中职会啊 的席次啊 总共有38席 我给大家听说 报告啊 其中英系 海派 以及苏嘉全系统 还有那个嘉义县长 这个翁张良浩 以及立委 陈明文 还有王定宇 等 有12席 那郑国会系统呢 有立委 陈廷飞 还有基隆市长 林又昌 等等 有5席 另外绿色 友谊连线 有3席 谢系 有2席 苏系 以及呢 柯建民系统 各有3席 好 那有3席 那新系呢 有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 桃园市长 郑文燦 等10席 加上党主席 卓龙泰 台南市长 黄伟泽 新竹市长 林志坚 等等 这个是他整个38席 中职会的结构 好 那针对 有关这个部分呢 好 那我们来看 卓龙泰 针对这个部分 他做出了回应 这个是 台湾时报 二版政治新闻 卓龙泰说 霸王条款 不是霸道条款 所以他说 我主持的党中央 不可能通过 霸王条款 那苏贞昌 院长呢 也表示啊 不希望用到霸王条款 好 这个是针对民进党的总统的这个初选的报道 那至于国民党的初选的部分啊 呃 原定啊 就是在韩国瑜市长前往美国访问的前夕啊 这个吴敦义主席啊 跟韩国瑜市长的这个会面 那因为啊 韩国瑜市长访美行程啊 整个在出国前行程相当紧凑 所以暂时延缓到 他从美国访问回来之后 啊 再来 再来讨论 韩国瑜市长也表示啊 希望吴敦义主席啊 先啊 先针对啊 不敢是 呃 先针对就是周习伟县长 还有朱立伦前市长 好 还有王近平前院长 好 这三位 好 他可以先展开沟通 好 那等他回来之后啊 呃 再来 呃 关注 呃 党内的这些 呃 有什么需要他分担的这些事情 他到时候再来讨论 好 就是有关一些 呃 这个是两个主要政党 好 目前总统大选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哈 再有关司法的议题 好 这个是呃 有关桃园地检署啊 这个桃园地检署这边哈 他出现了这个 这则新闻 这个是自由时报A2的焦点新闻 好 来 有关桃园地检署啊 呃 他的 他这边啊 这个检察长 他是不是有涉及 呃 司法官说 哈 的这个部分啊 哎 彭坤叶 反击 彭坤说是栽赃 他称啊 陈嘉义 哈 陈嘉义检察官答应协商后反悔 不是决定不协商被施压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有关他的一个这个呃 主张 好 然后呢 那 然后陈嘉义说啊 他并没有同意 认罪协商 好 那关键问题呢 这个是自由时报哈 在于陈检察官为何使出闭门跟手段 好 那检察官的裁量权谁来监督哈 这个是自由时报针对这则新闻的看法 好 再来我们来看哦 中国时报A2焦点新闻啊 好 受邱泰山请托 好 次遭栽赃 彭坤叶反击 建职检察总长 好 所以说呢 那这个是有关民间施改会 民间施改会呢 好 他们呢 怎么样 他们现在要求啊 好 要求怎么样呢 就是啊 桃园地检署 官说一案 应由检评会 负责调查 好 这是民间施改会 然后他要求弱实评鉴机制 检评会应该要主动调查 好 这个是打脸撕改 好 那所以说呢 那这里面啊 好 那我们来看哦 中国时报这边 呃 二度辞官 哦 卓势经非 习 邱检 反观说 以前邱泰山检察官反对观说 今天陷入泥脑 难脱身 好 那讲到司法改革哈 就这条正名啊 呃 就是会一直很关注这个议题 那实际上好 我们来看司改会 那台湾时报针对这个 有关邱泰山 呃 前部长涉及官说案的这个 怡云哈 他的报道 这台湾时报第四版焦点新闻 司改会遇检查 检评会 监察院调查 指彭坤燕事件 发生后调任高检署 本案由高检署内部调查 一遭质疑官官相护 判监察院主动查邱泰山 好 那所以呢 那这个地方呢 那其实这一切事情 主要是从哪里爆发出来的 就设逃漏税 引发争议 哈 张焕真 否认 陈情官说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就从啊 有关于啊 逃漏税 这个医院的院长 逃漏税案 开始一路引爆起来 哈 那所以有关司法的新闻 这边哈 我给他提醒朋友报告 呃 其实建平哈 在那个之前就说在2017年7月20号 而建平在中国时报的A14版 这个时报 时论广场 有一篇名家观点的文章哈 就是小英哈 他在进行司法改革 哈 然后呢 那基本上 这针对这个司法改革的部分啊 诶我当时投了一篇文章 小英男重建司法信任 哦 那这个司法信任哈 其实民众啊 民众哈 都会对着这个俗法的攻击哈 一般来讲是会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 你听众朋友哈 俗法 是皇后的争操 土法不足以自行 那蔡总统哈 他纵容保外就医的陈贤总统 频频违反法律 爬爬罩 不断违反中间的规定 来评论实证 现在准备开直播 啊 来问 来论证了 无视于检审认为 柯建民 关说司法案件 是关说司法者 未受刑罚 是因刑罚 没有处罚 关说啊 没有处罚 关说哦 而让他怎么样 而让他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 呃 规 规范 这种托词 一再凸显司法 因人设事 颜色对就没事 遇到强权就转弯的荒谬现况 让人民 对司法公正的信爱 产生了动摇 那要怎么做 好 其实 建平啊 在2017年就主张啊 只有把刑法 增列防害司法公正罪 重罚政府元首 及各级公职人员 关说司法 并且禁止 因为防害司法公正 相关案件 免职的司法官 来转任律师 甚或考虑 缩减他的退休年金 而且把 防害司法公正的案件 列为 各级司法人员 绩效评比的指标之一 以提高定罪率 让 关说司法的难度 跟风险 大幅增加 方能 一定程度的 遏止 关说的歪风 国际透明组织啊 他在2017年公布了 全球贪腐指数 的一个 趋势指数 百分之有 台湾哦 百分之24的人 受访者认为 法官可能涉及贪腐 百分之54的受访者 对于政府打击贪腐 仍不满意 这项民意啊 值得关注 杜绝贪腐 遏止司法官说 是政府清廉印象的 关键所在 司法改革 虽然千头万绪 但是如果从元首开始 以身作折 不包庇涉案的亲属 与同党大佬 风行朝眼 应该能一点一滴 重拾 人民对司法的 最起码信赖 反之啊 如果只是虚应故事的 来立法跟不正执法 也就是选择性执法 恐怕 仍然挽回 多数国人 对司法 沦为 近乎沦为啊 荡腹争操 禁地的疑虑 所以这个是啊 建平啊 其实 从2017年 因为建平多年以来 一直关注 司法改革的议题 好那讲到另外一则 司法的新闻 那各位条件朋友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小林村呢 他本身啊 在十年前 当时灭村了 那小林村自就会会长 蔡松玉 蔡律师 他们呢 当时提出了国陪诉讼 国陪诉讼呢 其实讲到国陪诉讼啊 建平也有这样的经验 建平在高雄气爆 发生之后 而我们也协助高雄气爆的时候 在户 进行国陪诉讼 当时我们要求的是 市政府进行国陪协议 可是很很 很令人遗憾的 陈菊前市长 当时 对小林村的诉讼 他采取了跟灾民 上诉的一个情形 他跟灾民诉讼的一个 他的一个抉择 然后呢 高雄气爆 一样 陈菊市长不但没有进行国陪协议 而且还对整个受灾户展开啊 国陪的残送 而且一审败诉之后 还又全部上诉 然后呢 直到陈菊市长全部败诉 当局指定啊 针对高雄气爆 刑事败诉 民事败诉 国陪 全部败诉 全部被KO了 结果呢 你有看到陈菊市长 有 对 不管是小林村灾民 还是高雄气爆灾民 他有没有任何慈悲的表示 我们看不到 但是呢 你看哦 小林村的国陪诉讼 一审 打完了之后 哎 原来的市政啊 当局市政要怎么做 要上诉呢 你看有空吗 对灾民要上诉 这真的是没有爱心 来 这个是 呃 中国时报 A11版 社会综合新闻 好 终止十年禅诉 编列三千两百万的预算赔偿 韩国瑜市长 就一个 决定 一改 陈菊市长 对灾民 频频上诉 频频国陪诉讼 不死不认错 的这个做法 他决定放弃上诉 小林村村民 激动感谢 那 那我这边 这次报道 给听众朋友报道 哈 蔡松玉啊 蔡律师 也就是小林村 自救会会长 他说啊 感谢韩市长 做出温暖 且迅速的决定 这个好消息 要献给小林村 在天上的家人和朋友们 各位听众朋友 我给大家报告 为了当初是有这个诉讼 哈 这个是这样 两千控高尼 莫拉克风灾 造成小林村 381人死亡 16人失踪 形同灭村 事后 138名家属 申请国陪 123户 在二审 获判败诉 最后只有15户 啊 15户 保全户 可以上诉 最高法院 高分院 抱歉 高等法院 高分院 3月27号 跟一审 判决认为 已故的小林村村长 拒绝服从 撤离命令 加上当时 高雄市政府 得知抗命后 没有主动派员协助 进行强制作为 两者原因 导致灭村 15户保全户 依法可获 判 可获得150万元 至300万元 不等的国赔 宣判当时 小林村的 这个 就是留下来的 幸存的这些灾民 与 蔡松玉 当庭相拥而泣 这是 非常 后来 感觉不感的一件事 所以韩国陆市政府 决定 不再走 以前陈局市长的老路 他放弃上诉 他放弃上诉 各位条众朋友 我们 参与公共事务 人家 公门之中 好修行 做到公寺 对到八世 一定会有爱 与包容跟关怀 绝对不可以 为到休息 对到民众 不断的在 司法禅送 这会对 不管是小林村 还是高雄七报 对这些灾民 其实 都是非常 非常大的 这个二次伤害 所以 这就是 我们今天 跟大家 听众朋友 报告 有关司法的 这个新闻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张NCC的 这个主委 他被辞职了 他被辞职了之后 来 这个是 中国时报 A3的焦点新闻 绿色执政 沦为执政党 选举机器 独立机关 全部瘫痪 也就是呢 最近啊 苏贞昌院长 大动作 做了很多事情 把公营行库的 进行人事大调整 独立机关 也进行大调整 这似乎啊 是为 整个2020的选战 预先做好准备 预先做好准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蔡政府啊 完成了各独立机关的 这个一篮表 包括 促转会 促转会呢 好来 前副主委 张天青在内部会议啊 自比为东厂 连类前主委 黄黄雄啊 来请辞 黄黄雄 大家都知道 他是束缚声望 以接 促转会的目的 不是为了斗争在野党 他是希望 能够促进转型正义 但是呢 促转会里面 是以 整个选举做考量 以整个政党恶斗做考量 让他 感到非常的难过 第二个机关就是 中选会 他是二级独立机关 办理公投联署 朝夷不公 办理九合一选务 失败 前主委 陈英权也下台 第三个独立机关 被完产的就是NCC NCC呢 招苏奎批判 谁都管他不到 但他呢 却什么都不管 所以呢 主委 詹庭怡就被下台了 因为苏贞昌希望他好好去管 管谁 管中天 管所有骂民进党的 管所有骂蔡英文 总统的 他大概 大概是觉得说 你这个 为什么这些假新闻 你不赶快去管 他是这样子 其实NCC是管媒体的 他不是管个人贴文 他并不是管这个的 结果他被下台了 被辞职了 再看另外一个 二级独立机关 公平会 公平会委员啊 这个严庭栋 张宏浩 不认同高通案的处理方式 而请辞 主委呢 黄美英啊 追查小吃店 榜新闻台 然后呢 这个是你看 这个是一个二级机关 也完产了 还有呢 三级独立机关啊 就是不当党产 处理委员会 前主委顾立雄 转任金管会主轮 主委啊 继任者是林峰正 那当然所以说 基本上呢 蝶谷尼参技啊 很多参名啊 都说一一二四灭东厂 所以其实啊 你可以知道 这一些独立机关 已经啊 造成了民众的这个 怀疑跟不信任 这个是 目前绿色执政啊 可以说最大的遗憾 好 现在是时间 11点21分 我是林明最大声 我是台湾的主持人 孙建平孙老师 广告过后 我们会继续回到现场 大家好 我是乐乐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 生活好物品 是普罗拜尔 有机藜麦黑古堡 现在为你连线 普罗拜尔 杨贵婷 养营养师 杨营养师你好 乐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杨营养师 我有个问题 真的又要再替听众朋友 在家问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哎呀 这个补充营养 大家有人会选择 喝牛奶 可是我知道说 很多人的体质 它是对买制品 会不适应 那我知道 普罗拜尔的 黑五类骨粉 它是用骨类 那可不可以 跟我们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 它在补充营养方面 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我们这一个 有机藜麦黑古堡 是 它里面就是 黑五类的部分 像黑豆啊 黑糯米 黑木耳 黑麦 黑芝麻的部分 是因为它都是黑色的 古物 所以叫黑五类吗 是的 好特别 好震撼的名字 对不对 很好记 对啊 那另外呢 其实刚刚 乐乐有提到 现代的人 有时候会有乳糖 不耐的问题 所以喝奶粉呢 可能没有那么适合 那这样子 要怎么补充 那个优质的蛋白 其实我们这一个 有机藜麦黑古堡 里面呢 它也有添加了 植物奶 像黄豆啊 还有 藜麦的部分 是 它的蛋白质呢 非常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其实不输给像 一些牛肉啊 或者是羊肉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说在喝奶粉 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补充 我们这一个 有机藜麦黑古堡 那这个喝法 跟一般传统的奶粉 喝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喝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 一样也是用热水 去做冲泡 而且它对身体 比较没有负担 因为它里面是 全食物形态 所以它的纤维非常的高 所以大人小孩 都可以喝 是吗 是的 其实呢 它的营养成分 像你如果喝奶粉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缺乏纤维的 是 那我们这个 有机藜麦黑古堡 它里面呢 它的纤维 它一杯的话呢 就大概是我们去 超市啊 买的那一包 大概一把 蔬菜的一个纤维量 所以你一天喝三杯的话 其实就满足了 我们一天需要的 三份的纤维的量 那它的蛋白质的部分呢 它可能就相当于 一杯豆浆 或者是一碗饭的 一个蛋白质的量 所以它的蛋白质 跟它的纤维的量 都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般的饮品 我冲泡古粉 可能就比较比不上的 好 谢谢营养师 为我们带来 方便又营养 又健康的 营养古粉 普罗拜尔有机藜麦黑古堡 是五种全有机 黑色古类的古粉 没有牛奶的成分 很适合对奶制品 不适应的朋友 来冲泡饮用哦 现在特会中 零爆零零 八九三 八九三 零爆零零 八九三 八九三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 任保茫 各位亲爱的 亲爱的朋友 大家关闻 大家好 我是李明 最大声台班的 朱祁林 孙建平 孙老师 好 来报导 全球第一家台积 五奈米完成市场 这个是 就是今天 经济日报的新闻 台积电 昨天 也就是4月3号 宣布完成五奈米 制成设计架构 以部件完整生态体系 正式接受客户 导入设计 并进行产品设计定案 也叫做TAP-UP 那将协助客户 切入下一个世代 先进行 这个就先进的这个行动 以及高效能运算 应用产品的 5奈米系统单晶片设计 好 那这个呢 是为了要抢劲啊 具有高成长性的5G 跟人工智慧市场 这项制成 已经进入市场阶段 成为全球第一家 完成5奈米市场的晶圆厂 好 这是台积电 在前年市场7奈米制成后 在半导体 先进制成 再度 整个称奥全球的壮举 凸显 台积电在先进制成 获得大联盟成员的权力 投注心力 有了重大突破 台积电 也正式为客户的这个建立的开放 创新平台 叫OIP 列出完整的设计规则手册 设计模型跟制成的套件 以及呢 多种晶片测试载具 合作开发 并完成整体设计架构的验证 这里面包括了技术档案 制成设计套件 工具 还有参考流程 以及细制裁等等 也就是所谓智慧产权 所提供的这个制成简化的效应 同时呢 在良率学习上 展现了卓越的这个进展 相较台积电前几代的制成 在相同对应的阶段 达到最佳的技术成熟度 好 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积电 这是无奈民场的这个报导 好 接下来条件朋友 来进入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 韩国瑜十亮点 打造Love新高雄 来这个是民众日报的头版 好 头版的这个新闻 就职百日 韩国瑜十个亮点 好 来您看哦 除了拼经济 这个标题 不忘爱与包容 特地选在执政满100天 宣布放弃对小邻村 国培案的上诉 好 那所以呢 强调爱与包容的城市 是整个韩国瑜所 呃市政府这边 所积极推动打造的 好嘞 这边好 把听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韩国瑜上任满100天 高雄市政府昨天啊 以努力现在展望未来 创造Love的这个新高雄 来作为主轴召开记者会 所以我们今天所定的这个主轴 是高雄市政府啊 他们所定出这100天的一个主轴 好 那团队呢 好 将以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作为施政总目标 最后韩国瑜 市长带领市府各局处所长 大喊发大财 展现企图性 好 然后呢 那我们这个部分啊 那这边有一个最新的市府所公布的这个 韩国瑜市长的市政的民调 这个是台湾时报 台湾市部 第九半 大高雄焦点新闻 就职百日 韩市政民调 新闻局公布啊 七成六 感到光荣 好 市长满意度呢 获得61.3%的认同 那其中 青年学生 认同韩国瑜执政的绩效 高达百分之八十三点六 好 然后呢 女性 民众的比率啊 达到百分之七十九 哇 所以他是那个 在韩国瑜市长啊 可以说是 是争取妇女保障 好 跟青年保障出现的 好嘞 那这个地方啊 今年的目标 韩国瑜是为了打造高雄 全台首富 好 所以 那看着讲 那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啊 这个 呃 有关于这唯一啊 比较美中部主的 哎 这个很多的绩效都是正面的 只有一点 好 就是团队满意度不及格 所以韩国瑜表示 将会检讨改进 好 然后呢 那高雄市政府公布的这些啊 这个 民调显示 好 然后 那韩国瑜表示 他会 他整个检讨 而且谦虚以对 好 另外呢 工业总会 工总好 来这个标题 工总未来三年投资高雄 是1598亿 好 然后呢 那这个投资下来 那当然 韩国瑜市长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 来 工总投资啊 1598亿哦 如果加上先前各个产业的这样投资啊 那韩国瑜市长 就任一百天啊 他整个累积破千亿的这个投资 那未来 这些企业来到国庄投资啊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来 这个哈 韩国瑜啊 他招商千亿啊 就怕不来电 这是民众日报头版的新闻哈 经济大环保 韩国瑜说 这是高难度挑战 为什么 因为企业这些 尤其制造业哈 他们会用到的是水跟电 那哪一个现在目前是最麻烦的 就是电 因为我们目前啊 整个PN2.5 这个空污的问题很严重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所以环团乃至于很多市民 希望解决空污 是首要 但是呢 除了解决空污 还希望市府能够拼经济 让高雄发大财 所以韩国瑜啊 现在 可以说环兜的 都要离开了 来 那所以因此呢 这个地方啊 他说是高难度挑战 当然 台塑集团啊 台塑集团 他们针对这个部分 他们有解决 用科技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报道 台塑总裁王文渊 向韩国瑜推荐 台塑在宜兰研发的一套设备 让烧煤造成的污染 比烧天然气还低 那韩国瑜听啊 非常的兴奋 他说他最近要跟环保局一起去看看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经济跟环保并存的难题 我们希望空气能够 细旋服为例的问题能够改善 也就是解决PN2.5 但而且一方面也希望 另外一方面啊 我们也希望说产业能够来高雄投资 他们能够用电用水用地无语 而且人才的栽培上面 我们也强化双语 强化智慧产权的这个布局 所以方方面面 一切都是高雄市 就是要把整个基础投资环境做好 让大家能够进来投资 然后呢 那针对啊 整个啊 那目前这个用水用电的问题啊 尤其用电的部分 好 那韩国瑜表示啊 这是头痛问题 环保如果一刀切 就会造成经济上重大打击 如果能够局部按照计划步骤 让他缓缓的有效下降是最好的 所以他跟环保局一直讨论 然后呢 韩国瑜表示刚才台硕总裁王文渊打电话给他 指出台硕在宜兰研发的一套设备 这个呢韩国瑜说他不相信 韩国瑜说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人物厂台硕的人物厂 马上也要启用台硕在宜兰研发的这一套 这个减排的这个设施 所以说呢 那因此各位条兄朋友 我们未来 我们检对这个提高用电效能 我们这边呼吁啊 蔡英文总统 乃至于各级地方政府 未来我们的能源 除了开源 也要节流 怎么节流呢 基本上只要各级学校 还有各个研发的这个发明者 他们只要研发出来 有这个节能的这个设备 其实这个低耗能也可以啊 节流的部分做得好 也可以减少这个电力的需要 那也可以降低蓝煤的需要 因为现在蔡英文总统坚持啊 不启动核四 不是不愿意占起核四 然后呢 变成去年公投也白头了 那蓝煤的造成高污染排放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一直希望说 透过科技的力量来加以缓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呢 公总投资1598亿 那以及啊 台硕 这边研发出这个节能的设备之外 来来聚焦在我们高雄 在地的这个新闻 108年全中运 这个是民众日报第九版高雄要文 我给他提醒别人不得 那马下 取三明火 母火 然后呢 我给他提醒别人不得 母火灯用爱心造型 就是希望向全台 传递我们高雄 推动爱与包容的价值 那各级学校 就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母火 三号 也就昨天 在卡纳卡纳赋 逐人祈祷 与祝福下 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来接引高雄那马 那马下区 全年不灭的三明火 正式宣告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108年度的全运会 在高雄 举行 汇聚全国22县市 15000名选手 切磋竞技 所以我们高雄 专台湾 台风金马 有15000位 这个选手 要来我们高雄 参赛 我们高雄人 务必啊 我们的秋兄 我们的守起民 一定要对这些 来高雄竞赛的这些学子 我们用最温暖 最温暖的伤手 最好的各种食材 各种品质 来迎接这些孩子们 来高雄 那除了这个 纳马夏三明火 母火之外 因为今天是儿童节 儿童节呢 李嘉芬送暖 这个是台湾时报 第11版 大高雄综合新闻 跟吉丁 太太 吉丁的太太 就是李嘉芬 嘉芬姐 嘉芬送暖 慰问住院病童 来这则报道 4月4号 是属于小朋友的日子 但是对于疾病 产生的儿童 心情就不见得 就不见得能够好起来 因此高雄长庚纪念医院 昨天就特别邀请 嬷嬷家族的哈密瓜哥哥 以及堂果姐姐 到现场 跟大小朋友同欢 然后呢 那也邀请到 韩国瑜市长的夫人 李嘉芬 嘉芬姐 那个总是 随时带着 非常温暖亲切的笑容 来慰问这些住院的病童 相信啊 我们用爱与关怀 可以让这些住院的小朋友 能够缓解他身体上的疼痛 那因为今天是儿童节 我在这边哈 建平在这边 呃有儿童节的这个好康活动讯息啊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第一哈 南格文企建护观光局为了提升旗津贝壳馆展示内容 多样性跟丰富度 跟屏东国立海参馆 进行管计合作 全新推出印象珊瑚特展 以缤纷奇特的海洋生物 珊瑚为展览的主题 所以欢迎哈 今天儿童节 来的大小小朋友 大家都可以 来去啊 看看这些珊瑚为主题的展览 各位听众朋友哈 今天哈 因为今明两天了 我们节目还是照常进行啊 所以今天早上啊 哇在来上节来节目之前 我就开车啊 带着我老婆小孩哈 到了高铁左营站啊 我让他们啊 就是坐火车去 呃去旅游 哈 那我来继续做节目哈 好 然后呢 来陪伴听众朋友们在空中啊 度过儿童节 那第二个儿童节的好康资讯啊 就是印象珊瑚特展 展觐呢 哈 就说我给他听众朋友继续报道哈 是从今年的4月3号 从昨天开始到4月5号 内容包括有 活体珊瑚生态钢 认识珊瑚与共生枣 还有珊瑚危机 珊瑚意愿 人工养殖珊瑚 珊瑚摄影 跟珊瑚文创艺术品等单元 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 哈 所以哈 那因此呢 我们欢迎了 所有全国的民众 带着家中的学童 历临 齐金贝壳馆 来一趟 认识珊瑚的资讯之旅 然后呢 这个为了欢庆啊 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儿童节跟珊瑚特展 所以齐金贝壳馆哈 从4月4号 到4月30号 我们有个优惠哦 只要您带12岁以下的小朋友 也就是国小六年级以下小朋友 诶 四月四月到四月三十 来我们既定的贝壳馆 全部不用收门票 我们将在12月以下的小朋友 免收门票 所以家中哈 趁着假日 天气不错 来我们高兴的既定 来适适 来适逃 在4月4号当天呢 还有特别啊 推出了 亲子科普活动 在上午10点到12点 也就是现在 10点到12点哦 我们举行这个科普活动 下午1点到3点半 现场有限量的DIY体验活动 还有珊瑚模型的解说 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小礼物哦 欢迎大小朋友们 来踊跃来现场报名参加 这个是儿童节的资讯 好 韩国瑜呢 市长啊 也因为现在啊 刚好假日 那他昨天呢 他这个是 呃 台湾时报 23版运动焦点新闻 除了大小朋友去看珊瑚之外 呃 嘉芬姐去看病童 哎 韩国瑜啊 他参加 他在兄弟主场开球 吸引球迷进场 好 来 这则报道 给听众朋友报道 五十五 高兴市长 韩国瑜 特别前往 澄清湖棒球场 为中华职棒30年 高雄场开幕战 点燃在战火 担任中信兄弟主场迎战 统一式的开球嘉宾 同时投出今年球季 好 澄清湖棒球场的低球 吸引大批球迷 哦 涌入观赏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 也欢迎啊 哎 所有热爱职棒的好朋友 大家 拨控 来高雄澄清湖 一起来看职棒 好 那今晚时间 11点41分 我们的节目 任命最大声 我是台湾的主持人 孙建品孙老师 广告过后回到现场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吼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 纽西兰奇迹之辈 清口一辈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MSM关户乳膏 特价优惠周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092-898 世俗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 清静 需要 身体的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种分享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分享给我们自己的 完全在住 周深 我们的心来 会比较平静 免费给你结缘 碰起三三五 树里三三 由美国专业健康团队研发的 风菜卵壳膜蚕丝皂 洗盐 敷脸 双效合一 每一块皂含60颗 珍贵蚕丝蛋白 可生存清洁 滋润肌肤 洗净多余角质 维持肌肤活性 让您轻松洗出 健康 坦润嫩白肌 现在 碧荷博风签卵壳膜蚕丝造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 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明胜大声 台湾的朱祁林 孙建平 孙老师 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首宣国家上 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来看到 民众日报第11版 高雄政经新闻 政治经济的新闻 来 新梦 游轮世界梦号 首航高雄港 云顶游轮集团 总裁朱福明 说今年8月26号 航次已在两周内完销 再加码7月1号 一个航次到高雄港营运 所以说基本上 因为我们现在在打造 Love新高雄 所以说呢 我这边这则报导 跟听众朋友们 大家来报告 台湾港务公司 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昨天上午 在高雄市政府 凤山行政中心啊 然后呢 举行了 这个共同举办了 新梦游轮公司 世界梦号 这个游轮高雄港的 首航记者会 为高雄港 带来惊喜 跟新的里程碑 新梦游轮公司啊 的这个世界梦号 游轮呢 高雄港首航记者会活动啊 是由高雄市政府 副市长 叶框石 以及台湾港务公司 的这个总经理啊 郭天贵 以及云顶 邮轮集团总裁 朱福明 共同来主持啊 好 共同主持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整个啊 台湾港务公司啊 表示啊 今年度是三年到 是第三年了 到高雄港营运 2017年高雄香港马里拉 三个母港营运 2018年双子星 跟宝瓶星号 游轮 今年安排15万吨 可搭载超过3300位 3300位哦 游客的世界梦号 游轮到高雄港 三年的营运啊 三种不同的这个风貌 能够呢 呈现出啊 这个Love高雄的一个 这个场景 好 然后除了这个新闻之外 我跟听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啊 今天 因为是儿童节 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些 就是说 怎么样子让孩子们 能够在高雄 能够过得很快乐 过得很幸福 其实啊 这是一直啊 所有做家长 心里面所想的 所心心念念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少子化的一个时代 好 那儿童的这个 呃 十一住行啊 其实是我们大家 家长们都很关注的 好 其实啊 现在 以今天儿童节来讲 高雄市啊 好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家长都是双心家庭 好 未来高雄市政府啊 呃 要针对 乃至于中央政府 要针对全国 其实要 普世啊 零到三岁的公托 好 让这些孩子啊 他的一个呃 就是学前教育啊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好 让我们所有的家长 我们高雄的家庭啊 哎 他能够啊 怎么样 能够安心的生孩子 好 而且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托育的环境 好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那除了这个托育的环境呢 那你说哎 那国人企业监护 现在预算相对少 所以我们现在好 就是为什么招这么多的企业进来 企业进来之后 哎 他会带动的就是税收的增长 然后也会带动工作机会跟薪资的提高 好 那这些呢 再进一步呢 我们也会要求啊 我们也希望这些企业 散尽社会责任 叫做企业社会责任 啊 他们能够怎么样 能够公办民营啊 各式的这个托育的这个设施 啊 能够回馈当地的居民 那比方说啊 比方说以在后境为例 后境啊 后境这些居民啊 以前本期以来 都有那个中游 因为在当地设厂 那当然中游设厂 他为了木领 他有所谓的一个木领的回馈 其实啊 那这个木领的回馈 后来中游 整个利用厂 他整个关 洗灯之后 在这个男子跟左营交界处 这个地方洗灯之后呢 这个对后境地区的回馈 也全部都 都整个都停摆了 那我们希望 未来能够呢 在导入啊 在包括男子 包括在桥头这边 有企业进来投资 特别啊 是哪一些企业呢 人工智慧 还有呢 设计 还有包括啊 智慧财产权的这些的企业 有高度治权 有蛮多治权的这些企业 能够在男子 在炼油厂的旧址这边 成为研发基地 那成为研发基地呢 第一个研发基地 它是 它是高产值 低排放 而且聘雇的员工 是高薪资的 那我们也希望 这些企业来我们男子投资 之后呢 它可以怎么样 它优先聘雇 涉及在包括后进 在男子 在包括周边左营 乃至于大社 桥头这方圆 就这个最近的距离 尤其啊 我们用距离来看 我们要优先聘雇在地的 而且啊 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要怎么做 还要针对啊 六世家庭 我们必须要 要让怎么样 提拨一定的 那帮助单亲妈妈 能够来 麒麟时段的就业 帮助生脏者 来媒合他就业 那然后呢 因为企业 有赚钱 这些高附加价值的 产业进来 填补了石化业 走的这个中空 然后呢 可以借此 回复 孙建平主张啊 要回复 对后进地区居民 原有的牧林回馈 好 那让整个社区 让周边的大学城 跟产业 能够连结在一起 形成了男子的大学城 然后呢 跟产业的产观学员的链接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这样子呢 也可以透过企业有赚钱 来解决啊 这些啊 这个目前功脱不足的问题 啊 除了脱 幼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 让这样的爱延伸到拖老 好 那所以说只有让企业进来 我给他听众朋友报告 在台湾啊 现在 社会福利做的最好的城市啊 其实啊 你会发现哦 新竹 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为什么新竹 他从以前的 整个经济上面 没有这么强大 而到后来 他的福利 说设施做的很好 因为他有足科 他形成了整个聚弱的效益 所以呢 新竹的各种福利的资源 就蛮多的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透过您看哦 韩国瑜市长就职以来 包括科技大厂 包括工业总会 包括各地 包括红海 红海机密工业 那这些啊 所有的台商 台资 还有华商 以及外资 纷纷涌入高雄 我们就希望说 这些整个投资进来之后 能够优化 我们的产业环境 再借由科技的力量 我们来研发 减排的设施 那这样子呢 相信啊 才可以打造 营造一个 让儿童生活的 幸福愉快的 这个环境 那像之前啊 前市长 陈局市长任内啊 他那个时候其实啊 在中央公园站啊 把那个身杖 儿童图书馆 他为了要盖图书馆 结果他把身杖 儿童图书馆 要让他们啊 另觅他地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 以高雄 是一个爱与关怀的社会 我个人建平认为啊 其实啊 未来 我们一定啊 要针对这些 身杖小朋友的这个 图书馆 也好 辅具设施也罢 都要投注很高的用心 那以往高雄市 不是这么重视 儿童的阅读 不是这么重视 儿童的学习 各位听众朋友 这些孩子是小 是我们国后人 是我们台湾人 未来希望 哦 在背这些孩子 给他们有正向的思考 给他们正向的人格 正念正行 那这是我们今天啊 其实儿童节啊 哎我们啊 从事公共事务 从事在媒体 媒体工作 我们都希望啊 能够带来 一个正向力量 好 那像目前啊 儿童的这个安全网 好 那我们都知道 有的家庭 那因为伴随着 整个离婚率的高 不断的一个提高 好 然后呢 所以有很多啊 的这个婚姻啊 它呈现了这个单亲家庭 那这个单亲家庭的 这个照顾啊 政府啊 更需要多家的 多家的关注跟协力 好 特别是 比方说单亲妈妈 他们或者单亲的爸爸 要照顾小朋友 这些我们都应该多余关怀 其实啦 也有的是因为啊 因为偶发性的车祸 它导致了怎么样 导致了他是单亲 像我一个朋友啊 叫展鹏啊 他就是怎么样 他叫魔力妈妈 其实是一个很帅气的军人 因为车祸之后 婚姻后来有变故 所以他 诶 独立啊 他是坐着轮椅啊 诶 独立的把这个小朋友 把他养育到长大 好 这个小朋友啊 诶 虽然现在小学五六年级 可是很懂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政策 都是要关注 哦 我们社会每一个角落 让每一个人 他都能够怎么样 能够有他 呃 他的价值 让他发光发乐 好 所以 这样子就是打造我们高雄 成为一个富裕美丽 又有爱与包容希望的城市 好 那 现在时间11点53分 然后呢 我在最后啊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报告 因为这几天啊 就是包括廉价期间啊 在交通运输啊 可以说啊 各个在第一线 为我们辛苦工作 包括像那个 我昨天节目里面提到 你看哦 我们在我自己 建平自己的山库 中央人们可以 以左营为例啊 左营就是 很重要的高雄的交通枢纽 好 左营分局啊 那很多的远景啊 放弃休假 在第一线啊 不断的指挥 还有包括我们台铁 高铁的运输人员 我们如果是做搭乘这些 还有包括捷运公车的司机 我们如果遇到这些 辛苦在第一线 为我们市民 提供优质服务的这些 公务人员 或国营事业的人员 我们大家都会跟他 暖心的说 辛苦了 谢谢您的付出 那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现在时间11点54分 我是您面前大厦 台湾的朱祁林 孙建平孙老师 很高兴 欢迎大家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那敬祝 我们所有的朋友 今天我们大小朋友 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儿童节 我们明天在空中在相会 感谢大家收听